今晚点灯在西门的竞赛灯区 有一组就是很受到争议的 就是这一组 众神消散花灯 夜间点灯后会吓坏不少网友 有人说就像鬼屋现场 更有人开酸 台北灯节是不是跟中元节合伴 倒是作者出面前清 说自己这一类的作品 可能北部人比较少看过 众神消散花灯 放台北灯节展区 不管是穿沙球 还是仿京剧造型 甚至头上的花点 头饰 凤罐都做得栩栩如生 也都采真人比例 作者创作理念来特别强调创意 添加了寺庙与仙女元素 寓意众神龙博比 同样都是有点灯效果 傍晚看起来丙分多彩 但同样的画面到了晚上 却被拍出恐怖效果 灯组的脸一个个亮起后 吓坏一票网友 怎么变成鬼屋现场 近乎台北灯节 是跟中元节合伴吗 还说自己被提前超渡 没有 我晚上就想说 我本来是走这边 但我就绕路了 晚上不敢走这边 对 下班的时候 对 下班的时候 对 但现在还可以了 不少人被华国美学设计吓坏 虽然说地府以日游 不过这灯组设计 可是出自他们之手 台北灯节西门A9展区 事实上是竞赛灯区 参赛的组别 从国中小到大专组 通通都有 美学创意见仁见智 但日夜不同的呈现 是否与摄影技巧有关 也成为灯节话题 让展区意外爆红 TVBN新闻 许家瑞 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乌克兰最近真的是打得好辛苦 因为现在除了前线 目不到兵之外 现在乌克兰又面临到 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失守了 一个关键阵地 乌军证实 他们已经撤出了 阿夫迪夫卡 那么改转网 防守比较有力的阵线 其实乌军面临到的问题 他们说 俄军过去在一天之内 就对阿夫迪夫卡投下了 60颗的炸弹 让乌克兰打得 其实是相当辛苦 尤其是现在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 已经中断超过 两个月之际 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当然得想办法 他在一天之内 走访了德国跟法国 签订双边安全协议 为乌克兰巩固 多达100亿欧元的援助 枪战搏火声没停过 乌克兰在东部 阿夫迪夫卡打得辛苦 阿夫迪夫卡是俄乌两军 这几周以来 战火最激烈的区域 如今 乌克兰正实 守不住了 乌克兰正确保护了 其中央的军援 从阿弥陀佛 在东西区域 国家的军事主席 宣布在个网站上 说他在离开 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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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 乌军撤出阿夫迪夫卡 说要转往更有力的阵线防守 并且表示 俄罗斯曾经在一天之内 对阿夫迪夫卡 投下多达60颗炸弹 让已经有两个月 没拿到美国军援的乌克兰 是守得很艰难 乌军前线失利 但是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还是打起精神 拼外交 先到德国 再到法国 泽伦斯基一天之内 连跑两国 就是为了签署 双边安全协议 法国同意 今年援助乌克兰 30亿欧元 比去年的21亿 和前年的17亿欧元 都还要多 还要协助乌克兰训练军队 并且承诺给予 更多防空系统 德国则是今年 会提供70亿欧元 两国共100亿欧元 在美国军援卡关之际 乌克兰只能先靠欧洲盟友 但是能撑多久 还很难说 TVBS新闻 总和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头号阵敌 纳瓦尼金船在狱中猝室 享年47岁 消息一出 他的律师团队跟家人 都相当的震惊 因为纳瓦尼的妈妈 她在四天之前才去探监 还说这个儿子看起来 已经是快乐又健康 那么而且还在死前一天 纳瓦尼还照常出庭 甚至还跟法官开玩笑 笑说他们杀我代表我很强大 没想到隔天就在狱中丧命 外媒指出这纳瓦尼 很有可能是遭到了普京的暗杀 但俄罗斯至今没有回应 也警告民众 千万不要上街头 距离俄罗斯总统普京 要迈向连任的总统大选前一个月 普京的头号大敌纳瓦尼 传出在酷寒基地中的监狱中促事 消息一出 他的律师团队和家人都说 不能接受 纳瓦尼的妈妈四天前才探监 而且前一天纳瓦尼出庭 也完全看不出异状 还嘲讽法官干脆把薪水都给他 没有想到隔一天就传出 他在狱中散步后 不是倒地 抢救无效 享年47岁 外媒都直指死因不单纯 纳瓦尼从2008年揭发 俄罗斯国有企业贪腐后 正式向普京伸展 多次将他给逮捕 甚至还被泼洒防腐一体 造成他的右眼视觉 有永久性的损伤 整张脸还一度被染成绿色的 最惨的是在2020年 当时纳瓦尼在飞往莫斯科班机上 被毒杀发出了惨叫声 在国际施压之后 他获准转送德国柏林救回一命 却在隔年1月又再回到俄罗斯境内 马上就被判刑入狱 即便在狱中 他也利用社群网站 动员上百万名支持者 反普钦 如今死在狱中 包括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和美国总统拜登 都直指普钦要负全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随着纳瓦尼的逝世 他先前的关押地 位于俄罗斯极北之地的 在IK3联邦监狱 现在恶劣的环境也曝光了 他生前遭受到 哪些不人道的对待 找给记者李作恒 俄罗斯总统普钦的 头号政敌纳瓦尼 传出在狱中猝死的消息 而现在他在这个监狱的环境 也曝光了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人道 他是在2022年入狱 到了2023年底的时候 移间到这个监狱 这个监狱他别名叫做吉蒂郎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 因为他的位置就在北极圈内 其实距离莫斯科有一段距离 大概是2000公里 过去是劳改营 可想而知 这边其实相当的寒冷 零下只有28度 他就必须每天在满雪的牢房内散步 不过里头人透露说 他身处在艰困的环境 还是幽默以对 其实在这里的囚犯 他们必须在酷寒的冬天洗冷水澡 你以为说夏天会好一点吗 没有 因为夏天的话要被迫脱掉衣服来喂蚊子 甚至时不时还得遭遇到 玉警的暴力箱上毒打 每年就有2000名的囚犯病死在狱中 而这其中最多的原因就是心脏病 民众远远拍到俄罗斯圣彼得报 不少抗议民众被警方强行逮捕 首都莫斯科也有人公开拿白纸 上头写着敏感字眼 公告普清最大政敌 反对派零售纳瓦尼已经去世 也立刻遭俄国警察带走 要在俄罗斯公开力挺纳瓦尼 南上迦南 博各国已纷纷发起 纪念纳瓦尼的活动 大批支持者落泪 痛批俄罗斯已经沦为一人政治 还有人拿着普清入狱的罪犯照抗议 全球力挺纳瓦尼示威 遍地开花 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纳瓦尼的妻子也有出席 呼吁要严惩普清 全场起立鼓掌 美国总统拜登也直接点名普清 尤其2021年他刚任总统之际 他就曾亲自联系普清 一旦纳瓦尼在狱中丧命 俄罗斯就要承担毁灭性的后果 欧洲各国元首纷纷表达严厉批评 不过专家分析 纳瓦尼之死反而将对俄罗斯 自己政治社会带来更多冲击 TVB新闻综合报道 继续带您来看到以哈冲突 以色列最近大规模空袭 加萨南部的拉法 还计划采取地面军事行动 尽管现在国际社会 施压以色列停止进攻 但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却说 当局正在全面规划 对拉法的军事进攻 说了哪些呢 再交给记者李作合 以色列大规模的空袭了 加萨南部地区 这等于就是以哈的冲突 还在持续 我们看到尤其在甘尤尼斯 这个地方有一家医院 说是被以色列的军队 突袭之后他们断电了 那里头很多都是病人 所以导致数名的患者 缺氧而死亡 另外还有上百个人 受困在医院当中 不过显然面对现在国际 有些声浪认为说 以色列他们要针对一些平民 要有一些保护的措施 他们显然也是没有放在心里的 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就持续的强调说 打击下个哈马斯的重心 拉法无疑是重要的据点 他们正在全面的规划 要来进行下一波的军事进攻 其实估计在这边 有140万人躲在这个地区 当然很多就是在 巴勒斯坦的难民了 虽然最新的是美国总统拜登 和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两个人也来进行通话了 里头拜登就强调说 除非确保人员的安全 否则不该在拉法展开 相关的军事行动 不过显然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还是相当坚持 他说他们誓言必须要消灭哈马斯 以色列士兵高举枪支 小心穿梭在南加萨 甘尤尼斯街头 枪声不时爆发 紧接着以色列坦克 一辆接一辆开进来 很快就形成包围之势 开始攻击 最有限目标就是 甘尤尼斯仅存的大医院 纳瑟医院 以色列军队宣称 根据情报 他们在纳瑟医院 抓到三名恐怖分子 其中一人 还是将人质 藏进医院的救护车司机 只是为了逼出这三人 付出最大代价的 却是其他无辜医护和患者 被迫在医院里四处躲 就怕炸毁的天花板砸下来 造成二次伤害 有些民众赶快用重物堵住门口 阻止以色列军队冲进来 但后方还有宁可错杀 不可放过的以色列狙击手 想逃离前方大炮的民众 恐怕遭救地击毙 甚至被抓走 愤怒的医护与患者 痛批以色列军方说谎 说好设安全通道 撤离医院两百多人 又把人逼回去 根本无意保护平民 而经过一番猛烈轰炸后 以色列军队声称医院里藏着的人质 与人质遗体也没找到半个影子 无国界医生组织还指控旗下一位医护在检查上被抓走 面对以色列坦克层层包围 没人逃得出医院 也就没人能进去就医 受伤的人求救无门 目前国际救援组织在加萨设立的野战医院 治疗的患者有四成都是严重外伤 每天就医人数也从最初的两百人到现在已经暴增超过三倍 野战医院盖再多也赶不及以色列轰炸速度 尤其乙军现在又剑指难民最密集的拉法地区 美国总统麦登再度与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通话 重申别在没有保护平民计划下就攻击拉法 华尔街日报报道 埃及官员为了因应加萨难民潮涌入的可能性增加 除了加强边境安全还打算在西奈半岛沙漠 建造能容纳十万多人的难民营 但加萨难民不愿再逃 表示就算死也要与心爱的家乡共存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在德国慕尼黑会晤 布林肯当面向王毅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稳定重要性 有美国媒体就分析了 美中正在安排两国元首在春季要来进行通话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大陆外长王毅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场边举行会谈 两人在饭店会面先握手合照 这次是两人即去年10月底 在美国华盛顿会面后再次会晤 也是中美高层不到一个月内再次交流 美国媒体Political报道说 两国外长可能会讨论到两国元首 未来几个月通话的计划 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 布林肯和王毅针对双边区域及全球议题 进行坦率有建设性的对话 布林肯重申 美国会捍卫美国及盟友伙伴的利益和价值 强调维持台海及南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同时也提出美国对大陆支持俄罗斯 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疑虑 中美互动似乎频繁起来 但有学者分析 中美关系短期之内很难有突破 美中互动签动国际 美国联邦众议院16号通过两项法案 呼吁中国大陆停止镇压少数民族 当中的维吾尔政策法案 授权国务院任命一位维吾尔事务特别协调员 向代表大陆维吾尔族和其他受迫少数民族的成员 人权倡议者提供资金 法案也呼吁大陆政府 停止在新疆各地 针对和平表达政治宗教认同者的镇压 监禁与拘留 TVBS新闻张娇宝 林敏珍 综口报道 随着奉展专案的完成 原本的厂房跟技术团队 已经有一部分转用于生产永银高轿机了 不过有了TF-16V升级跟制造零件的经验 或许这一座位于汉祥厂区内 亚洲唯一的F-16维修中心 未来还有更多可能 2021年成立的F-16维修中心 是洛马公司在亚洲的唯一授权 某种程度上能够自行维修 也代表着部分组建 已经能够自力生产 单就这款机型而言 台湾从单纯的买方 变成合作伙伴 这一步就走了快30年 2023年12月19号 F-16V西数交机 37个站点经验设备俱载 维修难度不比够改 我说过换卫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 维持区域和平稳定 不是靠非公屈膝 维修中心风光揭排的那天起 蔡政府与汉湘公司 对于维保能量和后续产值 始终抱以高度期待 F-16的维修中心 让我们可以很多的零附件上面 取得国外的技术 专案过后获得原厂认证的 MIT零件以及原材 成了国内航空工业的重要资产 台湾能做的或许不止维修 汉墙是不是可以争取到后续 能够在台组装F-16 因为看起来那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如果没有办法 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购改的生意 可以在台湾来做 罗马尼亚的第一个 F-16的维修中心 里面也有包含维修的 如果他把这个能量建起来 应该是这些国家把 这些器材去送丘到他那边去 破军机等同国家主权 没有北约相同的台湾 想要向外接单 得先对抗国际现实 在美国的考量 通常都是 老共有什么 那我们需不需要有什么 而在这个条件下做释放的 军备需求始于威胁 机动性优异 功能全面 操作成本却相对低廉 F-16火力和航程 虽然不如重型战机 对于渴求自我防卫能力的国家 却暂时何过 很小的时候 我买了第一个模型就是F-16 那长大到一直到去加入空军之后 那刚好又是在嘉义 他们又要换装F-16 所以我对F-16的那个热爱度 一直都没有减退过 从凤凰到凤湛 他们亲眼见证也参与其中 我们在那个德州 那个F-16就是他落马的那个总公司 那边上课的时候 那这一架是我们其中一架 实习用的飞机 从回国之后就没有再看过这一架了 那这次就又看到了他回来台湾 就觉得那是感觉就是一种 回忆全部都涌上来的感觉 军校毕业到嘉义基地服务 然后过了两年之后就参与训练 到再派训至落马原厂 接受管控系统的训练 再回来当这个总职教官 凤凰计划当然是看到一个时代的变革 从以前譬如说F-5的时代 变革到这一个二代机的时代 我会感觉到那个飞机系统的差异 跟他能力的差异 亲手替老战友赋予新声 两位退役机务士的生涯际遇 成为防务严格鲜明助教 1970年代美军F-16开始服役 中华民国空军为了维系空防 跟进提案采购 不过机会随着美国雷根政府 签署817公报变得渺茫 1980年代后期 国军F-1-4妥善率每况愈下 新一代战机需求更迫切 当法国同意对台出售幻象2000之后 形势峰回路转 老布希教竹连任期间 同意的150架F-16A-B军售案 信号是台湾独有的Black 20 美方将计划命名和平凤凰 合约清单之中 包括了美国对台长年邪训 我大概有两年到两年半的时间 我在美国陆克基地 接受相关进阶的训练 他们的空域 可能一个空域就等同 一个台湾岛这么大 训练的一些限制 就会相对的没有那么多 配合了一些相关的资源 包含其他的机种 然后不同的一些相关的单位 然后结合来做组合训练 飞观养成摇篮 就是其中12架 常年驻美的F-16 火训量大 机身消耗更大 为了平均使用时数 凤凰潮跨游换机 2021年起 处注实行 历史性一刻 据传将在未来三年之内 随着66架F-16V交机 再次出现 传统由他首开先例 民国86年4月的时候 我就开始执行这个飞交任务 因为那个时候 中共已经有输海二期了 所以他们美军那趟的提示 就比较慎重 可能包括了卫星的监控 还有这个掩护机 那我们也是跟到这个空中加油机 一直飞到我们 飞到我们台 台湾东部的这个ADIZ 爱与氛围紧绷 台湾空军舰而 当时除了把飞机开号 其余无从过问 时事改变了合作模式 也促成了20世纪末 中华民国空军最重要的军购 却因为美中关系发生变化 是2005年就提出的F-16CV型构案 再被否决 最后性能提升 成了战力强化折中方案 也间接造福了其他使用 剩下这个电站的部分 可能需要再去做一些调整 跟考虑 其实这个构型已经成熟了 我只要upgrade 是不是可以延长 我飞机使用的年限 那不需要花费那么高的价钱 去购买一个新的飞机 可以达到它现在目前的正面 当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毒蛇机队 因为情势升温 硬自占生 毕严正日夙愿未解 在腹部为营的大波角力中 F-16的铁翼持续撑起领空屏障 也为这段历程留下象征符号 行政院长陈建言 今天到立法院拜会 立法院长韩国瑜 原定说好会后要一起收放 但结果却突然取消 拥握手取代拥抱 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后 首次接待行政院长拜会 一谈就是25分钟 到底聊什么 拍个画面 做国立民的工作来努力推进 立法院一定配合行政院 只要对台湾人民福国立民的事情 我们全力支持 说完后转头就走等等 不是说好要一起给媒体提问吗 看看立法院准备的访兵流程表 10点25到10点半 就是会后媒体联访时间 所有媒体都照规定乖乖就位等待 怎么两人不出会客室就没了 会中断联访式是您的椅子吗 谢谢我们稍微往后 谢谢谢谢 因为我们跟韩院长聊得比较久 说是两人聊得比较久 但其实当下没有联访 政院幕僚也很错愕 因为明明讲好受访的题目 也在表定的时间内 怎么跟说好的不一样 只好在后续立委提问才陆续回答 立法院秘书处澄清说 拜会时间安排有延误 担心影响后续行程 才没有进行媒体联访 只是韩院长上任以来 访问少之又少 请到周秘书长来担任 韩国瑜接任院长之后的秘书长 上任后第一个工作日 原本说要给媒体访 但介绍完秘书长后就走 就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来 也是把麦让给他不愿多谈 只有在朝野协商说出心来威 当选院长这个三天来 接到很多电话关切 注意哦 不要随便开玩笑哦 很多事情他不想要失交 他可能就是说想把重点就要放在 比如说韩院长的工作 说韩院长是怕说的话又被放大 可能多说多争议 不如不讲就没事情 只是发了采访通知 却又没实行 当初说好的立院公开透明 似乎还有一段距离 TVB 新闻张票 女主持人 伟佳琪 三区小组台北赛逢报道 国民党团要求前建严院长到立法院 专案报告 却被持有前线临时会 国民党团总终要复昆奇道歉了 让民进党抓到这个与病 来做扰乱社会忽视健康的事实 我们来表达歉意 一声道歉想赶紧止血 因为国民党团原本要求17号 邀请隔回专案报告 却因为被视为在常会期间举行临时会 党团工作成员有物质文书管理不当 我们会依相关的规定来做惩处 哀酸搞不懂议事规则 傅困记把球丢给党团 因为在第一时间2月7号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求在2月20号开议之前 必须要一个临时的专案报告 说是要召开临时的专案报告 不过当天傅困记办公室新闻稿 也是要求开议前召开临时会 两小时后国民党团声明稿 则是要求进行时安专案报告 如果要为临时会用词惩处 对象到底是谁 翻出国民党团15号公文 也没用到临时会字眼 而主持协商原本是立法院长职责 但公文送出后 直到隔天中午 韩国瑜都迟迟没毁 甚至到下午三点才步入国会 另一头夫妻为了凝聚党内团结 将在花莲举行三天的共事赢 但不是所有同志都捧场 我24号那一天 我到台中去元宵节 我回去 我是老大 所以回去做动 先前同样竞争 党团总招的赖誌宝排好行程 没法参加 还有陈永康说 元宵节早已安排好行程 而25号本来只打算参加早上 不过复婚季算尽地主之宜 16号特别来讲 希望陈永康能够呆整天 这下才妥协 党团成员都有全国大格局的思维 就怕本样凝聚团结变得掉 TVB新闻东京年轩 台北长报道 高雄市卫生局紧急发布 在一间调味料的贸易公司 查出19项调味饼有苏丹红 才刚开工上班 高雄市卫生局已经大胜仗 来到卖场鸡茶 因为他们16号 接获新北市的通知 含有工业色素苏丹红的辣椒粉 流入高雄的贸易公司 急着要启动下架 根据资料 流入高雄市的25公斤苏丹红 已经剩下13.58公斤 用掉的部分 被制成的麻辣药腎汤粉 韩式泡菜汤粉 以及民众尝试的盐水基胶盐 甚至红烧牛肉汤粉 共19个品项 制造商就是位于 燕朝的马尔市公司 被查出问题产品隔天 公司灯火通明 但却大门深锁 没人应答 不过卫生局前一天散门 发现业者 做成超过187公斤的成品 库存只剩下41公斤左右 其中超过56公斤 在自己的通路 以及在地两家大型量饭店销售 而其他通路 包含新北市高雄市其他业者 台南以及苗栗新竹及桃园 共6个县市 16家业者贩售 被归为工业色素的苏丹虹 可作为溶剂或汽油增色使用 虽然稳定又不易褪色 但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列为第三类致癌物 依法不得在食品中添加 虽然已收出部分 高雄市一天内就全部回收 但部分商品已经流入民众家中 因此提醒 只要购买到上述产品 都得尽快退货 才能避免误食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宅配通才爆发 拖欠加分配费的称义 但现在年终奖金还说 基层司机平均只拿1万 就连开工红包也只有50块 那这其实让我们所有的员工 非常不爽 秀出手上的50元超赏礼劝 这其实是物流业者 台湾宅配通的开工红包 让工会实在无法接受 基层司机我们在过年期间 其实不是放 所有的年价都放 因为我们的货量非常多 那大家在过年期间 大家帮忙公司送货 就开工红包领到50多元 工会也发出声明 宅配通年终不及同业的5分之1 年终奖金只发20.5天 而且是用底薪来算 基层司机平均只拿1万的 年终奖金 和主管幕僚年终比例失衡 如今开工红包又只有50元 让工会直言太羞辱了 年终奖金就已经1万多了 领到这个50元 这其实让大家非常的不高兴 因为这个50元不如干脆不要发 就觉得这非常的羞辱 我来这边辛苦的加班 然后你只给我50块钱 其实先前宅配通 才爆发拖欠加班费的争议 甚至前阵子还取消了 过往提示员工 三杰的夜点申请办法 16号还公告 要延长假日的收件时间 直接增加基层 在假日的劳动强度 面对工会怒火 致电宅配通 结稿前没有收到回应 到底开工红包领多少 实际问问各行各业民众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今年有约七神三企业 企划发开工红包 代表超过两成不打算发 平均一包的预算大约953元 虽然不是硬性规定 企业一定要发开工红包 不过如果员工期待落空 难免会出现怨言 TV的新闻 新闻想留一圈 台北这么到 国立壮士代重返职场 劳动部宣布就业奖励措施 谁能够领呢 交给记者作恒 好 未来要看到 壮士代重返职场 这案例应该会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呢 主要当然还是因为 担心这个劳动力市场 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现在政府要推出奖励了 我们所要看到 就是在2023年的12月 劳参率50到54岁的是77.68% 55到59岁是61.78% 那我们来看到 在2023年55到59岁 这个年度呢 劳参率是59.6% 我们只说这个数字 可能您还没有那么有概念 可是来看看比起其他的国家 美国的是有73.1% 日本有78% 而韩国则是也是有76.4%的 所以现在政府就要寄出奖励了 说是你连续来受雇90天的话 就可以领到就业的奖励金 这个参加资格当然有些条件 是要45岁以上依法退休的族群 再重返职场 或者是你是55岁以上 离开职场的人 也是同样回到工作岗位的话 奖励的方式 全工时的人可以领到一次是3万元 最多领两次是6万 那部分工时的人呢 也可以一次领到1.5万 最多是0到3万 瑞银集团公布数据显示 净资产在300万到3000万 新台币的准富育层 占了全台湾人口45% 将近一半 只不过很多人看了这个数据 都觉得这个计算采纳的方式 怪怪的 上班主买房 房贷压力不小 我是2021年的时候 那时候买的房子 然后那时候买的总价 大概是差不多1200多万 那后续的话 我是贷款了900多万 那预计是要分30年多一个 贪款这样子 两年前和未婚妻一起成为 有颗一族 房贷占了两份收入 加起来的三分之一 零薪水 缴房贷的他们 竟然被归类成准富人 瑞银公布 台湾财富金字塔 净资产排行榜 净资产在300万到3000万的 准富育层 占了台湾人口的45% 人数大约是960万人 所以走在路上遇到两个人 其中一个就有可能是准富人 拥有房产就是准富人 一般的上班族怎么看 非常荒谬 就是因为以前 长辈其实都会讲说 有时候房产 还没有做一个出售 或者状况那些的话 其实都只是纸上富贵 更何况就是说 其实那么多人 其实是背得那么重的房贷 所以按照这样公布的资讯 还有数据来说 突然就被归类成 富人这个阶级 准富人这个阶级 其实很不切实际 凑得出头旗款 就是准富裕 被房贷追着跑的人 不免露出苦笑 我们台北市的市民 他买的房子动辄几千万 那他算不算富人 他有可能是 他累积了一辈子的钱 在台北市可以买到房子 资料显示 净资产1.5亿台币的 超级富裕层有7.1万人 3000万到1.5亿的富裕层 有69.3万人 300万到3000万的准富裕层 960万人 30到300万的中产阶级 有698万人 资产30万以下的245万人 贫穷跟富裕 它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绝对 绝对就是说 例如说联合国会划出说 一条贫穷线 低于这个标准以下 就是贫穷这样子 另外一种就是相对的 相对的贫穷 或相对的富裕 就是一个社会 一定有前段半后段半 但这个社会再怎么有钱 除非你所有人都一样有钱 不然他一定有钱有后 我认为 这个300到3000 以台币来换算 大概就算是 中产 而没有到所谓的 这个准富人样子 那之所以会这样的分类是 因为这是银行 投资银行的报告 然后他为了客户的财富管理 他可能把它列为是准客户 就是未来潜在的客户 全台960万人 属于准富裕层 也是五阶层中 人数最多的 台湾哪来这么多 好呀人 这些各国像台湾 以净资产排名的话 有一些会说是四名 有些说是七名 与台湾放在全世界四名来说的话 那这就是前端班 美国是第二名 那像美国这种大国 它里面就是 有钱人非常非常多 那它有相对的一个穷人 所以你这种数据就是一个 可能会失真的原因 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看中位数会比较准 主计数公布 2022年台湾人的平均所得 年薪大概平均是在69.3万之间 但是如果以薪资中位数来看的话 是51.8万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 就显现的是极高薪的族群 他们的薪水成长幅度越来越大 所以拉大了跟中产阶级之间的距离 根据OECD 他们的一个中产阶级定义来看 就是你的家户所得或是个人所得 会在整体薪资中位数的 75%到200%之间 所以以台湾家户平均所得94万来看 就等于说你每年要在70.5万到188万 这个区间才可以被称为中产阶级 若以在地市角来看 真的要被归类为有钱人 要具备这样的条件 台湾有一些私人银行 他们可能会针对他们的VIP 有一些入行的门槛 基本上就是你的净资产 要在3000万以上可以称为准富人 这等于说比如说你的有价证券 你的股票房地产土地等等 全部加起来3000万左右的话 可以入行可以称为一个准富人 这样踏进这个圈子里面 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的成为金字塔顶端 除了你的不动产有价证券之外 可能你手上的可流动资金 至少就要有3000万以上才能被称为富豪阶级 盘点一下自己的户头和资产 如果离这个标准还有段距离 那我们一起再接再厉 TVBS新闻 全球想化真正往后与台北采访报道 诈骗集团时长茂名公司企业单位 透过电话及简讯作为第一接触点 台湾以中小企业为大宗 资源相对有限 如何建构安全防护网 提倡的是说你其实可以来我们这边 去做一个号码 或者是一个简讯号码的一个登记 Who's Call的使用者 他在接收到你这个品牌的电话 或者是简讯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了一个预购勾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这已经被认证过 其实你一个月几百块 就可以去做一个基本的一个防护措施